欢迎大家收看由白鱼世界出品的奇区旅游奶模 今天小鱼儿要介绍的地方曾经是重庆最早的四家云林 这里的云林义区和俊秀风景曾经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客居 如今它已经对外开放,成为了重庆市明日爱的一处公园 你能猜到是哪里吗?这个地方就是鹅宁公园 鹅宁公园位于重庆市云中区 因此处被两江夹在当中,酷似一只大鹅的脖颈,故称鹅宁 而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人们在鹅宁上可以登高远望 白天可以看见两江交会的壮观景象 夜晚则可以尽上云中半岛的晴蚕灯火 公园内的树木浓硬低脆,小道曲折,一步一进 在生夏时间,园内游人最多 是个避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这里最初是清朝末期重庆商会 首纪会长尼尔廷党私家园女 有人这样描述他 不须生夏御风台,一脚山脑雨溅开 爽起西服白君寺,江流东去海朝回 说的就是鹅宁公园内平台石棍配合着园林风景 让人觉得秀丽无双,心狂深意 蒋介石夫妇,英国大使,邓小平,刘伯成,贺龙等 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古往近来,鹅宁公园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人文遗迹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里对重庆居民来说 不仅仅是夏日成凉看风景的好地方 更是一个城市发展变迁的见证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 别忘了点击右下角关注巴鱼世界 更多精彩等你来看